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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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沙米拉确实得带一个虚果 下路这个 起码得先升到个三级吧 直接挂点燃 哎呦 这点燃还挺细的 但是到了一个二级之后再拼有点不太好拼 不给你这个一技能 回到一个全额的血 内部还是个红路的一技能 呃 然后那个清线也没大到快 这把大概率来讲的话 中路就一直没线权 NES这个阵容就中下没线权 只能考虑发育 这把其实破败玩会玩得很舒服 队友都有优势 呃 因为三条路都能推对吧 再加上自己野区打瑞文前面也能玩也能打 套车直接点掉 还能静你野区看一下 直接来控核道谢了 哦 刷野本来就没那么快 那这样的话感觉 游这边很伤啊 这样双和谢都没了 啊 看到了 看到有人来了 5级了 5级打4级 这也能打吗兄弟 你说 交闪 再烦你个石头人兄弟 好像有点崩了 打野有点崩了 有点崩了 真有点崩了 这把确实感觉选到了这样的一个没有太多现权的阵容 让打野的这个劣势可能会越来越大 这把甚至我觉得在第一轮资源团的时候是不太好 而且感觉是眼上回可能要死 自己没闪的 闪现其手 鳄鱼过来接一个红毒药 应该是走不掉了 甚至通关天鹰都不想骄 而且大耀玉 有一个海克斯最后通牒 能操作一下吗 晕住 大招大躲大 还可以这波 呃 扛塔 扛塔看下谁在扛 哎呦 一个二闪 有点流畅 他还是强化 就大招的二技能 这波确实只能说尽力了 但没办法 确实三个人 没有操作空间了 那这样前期对于NS来说 可能青钢尹和瑞文这个上野 是唯一的一个节奏支点 然后没有打出来 就有点崩了 抬了一下 但感觉现在伤害还是不太够啊 而且卡莎也是升到5级了 点了一个推塔的 有没有机会去释放一下 想办法赶紧把线推过去 这波也不推了 先回去防备 鱷鱼打青钢尹前面确实舒服 然后现在这个优势有点大 你看这对位经济已经快一千了 而且还带个红buff 铁板鞋加一个吸血鬼结账 打对面一个红宝石加短剑 这怎么玩 突然现在给你也去压力 由这里刷也都心惊肉跳 刷也都费劲啊 所以说就PP的时候就在考虑啊 这首瑞文选出来 就我以为是那种上路绝活瑞文 就是打一切 打一切 结果整整了半天 因为我的感觉是就是青钢尹这个英雄去打野 肯定比瑞文要厉害 起码说在这种抓机会能力上 对 他的主动性会更高一点 瑞文这个英雄打野是没法抓人的 只能够指望队友创造那种打架的机会 去打架 是吧我感觉 ns这边的希望还得看下路 得看这种沙米拉这种 赚进场是吧 小代级别的表现 对吧 感觉小代都不够 得那种通天代 现在 只能说沙米拉的专武已经搞了一个 这收集者 行没问题 这个是专武没问题吧 沙米拉第一件 以前都是等无资三件套 现在要等勋泽了 哈哈哈 对吧 哈哈哈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主要现在有收集者了 其实 有一点战斗力你别说 嗯 有收集者就很看下路双组 两个人的一个配合 而且右边这个阵容 后期我感觉跟左边是完全没法比的 就你这把也不能脱 只能在前面不断的打架 你得那种快刀斩乱麻 哎来了 好机会 找妹跑妹货给上交闪线 但是还是不好走 大招直接收掉 练阅扳机再给上了 但是已经超出了射程 嗯 这波确实抓到了机会啊 还是打出了大头的一个闪现 有点不小心了 Maple这边 嗯 其实他应该知道呢 那三个人清完中线 不是直接往里走的吗 有点感觉 仗着自己有双招 有点在卖的意思 但是感觉 没有太多的必要 可能觉得自己有闪有趋弱 再加上自己是个大头 看这边这条龙 过来还能再打一下 落没有大哦 这波对于红色方来说 不是很好打 先找一下飞机 飞机被打了一套 雪儿也挂了上去 飞机的血量有点太低了 直接被通关天里给斩下去 回哥先捡一个飞机的魂 再瓦尔吉普通再上来 通关天里往后斩 还能再留 看他是有大的 但他先不着急飞 那小龙还是由蓝色方SG收入当中 感觉没法打了呀 主要这波来点子了 怎么一个人开始在那边打龙了 然后导致自己后续的位置 比较尴尬直接被包了 嗯 哎呦 这就是大头吗 大头的伤害真的太高了 现在 上路换一套血 鳄鱼直接开大招了 逼出这边青岸眼的闪 还扭开了战术横扫 而且这个上塔就歪血了 现在上下塔都是岌岌可危 现在 团队的经济也是一个4000 对于NS来说 是真的有点难翻了 也是吧 有点 就跟上一个BO3有点像 就是对天7 经济就已经拉得比较开了 哎 这把主要我感觉还是阵容选的太走高了 而且这个大头往中路100 就是谁来都不好使啊 对 这大头加一个这个大炮台 兄弟 自走炮台加大头的撒小炮台 哈 可雨 趁你不留神吃你石头人啊 但是被逮住了 但是中路真有点无敌了吧 这个大头现在 主要看了一眼经济 他还不是最肥的 最肥的还是上野这两个哥们 嗯 现在站在NS的角度可能得 找那种野区看有没有机会 洛和沙米拉完成一波配合 就只有这种才有机会 但感觉他们这把洛得开得非常好 对 起码开到 比如说一个双C 或者说开到三四个人 哎这一把沙米拉先来看一下上路想过来抓鳄鱼 鳄鱼有大招有闪现 上野够吗 交一个闪现往后撤 给了鳄鱼一个横着直撞的机会 有机会 在侧面大头单杀了飞机 上路还想再来追等下一套技能 瑞文的技能没有好鳄鱼吃果子走了 伤害不太够啊 这个 输出还是低了一点 对 对这个鳄鱼动手有点不太对 队友来了 闪现过来 空冠天灵预判没预判到 这边有能走吗 平往之前再点一个盾 最后一个一技能没收掉 请让你做一个掩护 占助红道把人劝退 而且双C组来了 盛大登场先抬一个鳄鱼 鳄鱼是没闪的 在破败王这边好像是想卖自己 闪现再过来 另一半就给上街杀一个 再狂飙再拉开 盛大登场还想走 但Maple也来了 这波还在操作 我又是一套二闪 而且火在侧面也把沙门拉给击杀掉了 感觉伤害差了一点 我感觉操作出了一个小问题 也有问题 对 他刷S刷的太慢了 他A了半天没A出 就他那个E技能和平A的那一下应该是M反了 然后导致他S平级出发的有点太慢了 而且我感觉他其实打脸上的破败王会好一点 对 他没必要硬去追 太想去追残血了 这波又是大头的一个支援啊 而且我前面也发现了 这下路的一波是直接把飞机给抓掉的 刚才没看到的画面 前面沙门拉很早的把他的钱去做了一个水银 导致刚刚上面那一波 他是只有一件装备的 伤害确实不太够 感觉现在这个沙门拉除了身上有个收集者之外 他本身是个收集者 他得等队友打残了之后他才能上去 打残前少一次是吧 因为你确实看到现在伤害不是很高 嗯 再加上还有米利欧这样的英雄啊 如果说正面直接开起来的话会很难打 现在也去不去啊 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了 现在十分钟 经济已经落后了八千了 而且你看对面上中野啊 这三四个C的经济都很好 想开 散现过来没有过两个 这波开的还不错 扎米拉进场了 再刷一个平级 还能再来拽下 这边破败王也死了 这波团有机会吗 直接切到了后排 有虚弱 帮台不狂输出 打不太过 但对面这个鳄鱼加卡莎呀 已经把后排给搅烂了 斯蒂普 斯蒂普怎么睡着了 这波应该也是看到了正面团战大势已去 他应该是被那个手雷给晕住了 前面被手雷晕住了 应该是晕住了 他站着不动啊 这个大头确实捏这个虚弱 让沙米拉本来有机会贴到大头的脸上去 把大头给击杀掉 这波感觉不出这个水银好像杀完了 对啊 就是经济啊 你花了800块钱 还好主要就800块钱 就是上波 上波他是只有一个收集者加一个绝境制裁 最后的轻语还没有 这个水银要值1300的话可能杀完了 OK 只要花百块确实在手游里面也做不了什么事儿 来看一下吧 这波团开得还挺好 还可以其实 主要第一时间对面人不起 而且开得很关键 但比较可惜的时候他的 没开到C 而且他的圣诈登场好像被打断了 被火帮被踢吗 他不知道被什么技能打断了 他只经过西魅惑到两个人 然后那个冰川练习出发了之后 把那两个人应留住了 只是他们开到了米利欧 这波米利欧其实是就直接被控死了 但是经济越拉越开了 两条龙在手 飞机倒是有两件套了 哎呦哎呦难受 我觉得一会可以捡个炸药包去试一下 对吧 确实 搞个炸药包 但比赛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暂停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阵容打到现在为止 我们前面在BB的时候也说了SG这个阵容 就选的挺像我们排位能够遇到的 对吧 排位经常能够看到 就是自己玩得舒服 就选个这个下路下路选 然后中路中路选 主要我是 每次回来打排位的时候 就感觉到一开始 我的互动卡特别特别多 然后就觉得很有信心 来看一下我们回来了之后 时间也是快到一个12分钟 目前场上这个局势已经来到半二了 要到大龙了 12分钟 大龙也是准点上班 飞机捡了导弹包 NS要输死一搏了 有大头打得很快 直接开打 但这个位置我觉得对于NS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波机会 有机会 但不能先背开 落开大了 哎 这波一开 没人跟得上啊 水已解掉了 那这样得先打前排了 落石也没融化 后续要看一下 还想再来转 但是根本转不动啊 卡莎的输出位置非常好 虽然已经倒下了 但是队友也能够把团战给收割掉 呃有没有一波的机会 稳一点啊 还是先打龙 先把龙打了 20秒时间确实感觉最多退役路吧 这波团确实输死一波 这波主要还是开的太急了 队友跟不上 对 就落那个大招时间马上要结束了 然后是闪现 拉一个三技能过去 然后跳就打野闪现给落做一个跳板 给落去抬卡莎 但卡莎水银提前解 解完的时候 其实落就相当于直接进场白给 而且沙米拉完全跟不上啊 那个位置 对 看一下 这波开的真有点急 感觉就有点像这种平坏法 你给他打了 过来腰带 然后进去抬 但倒得太快了 而且沙米拉进来又是吃了个薰弱 然后又是晕了一下 再回头 发现队友死完了 现在有有着海克斯霸龙 直接想过来上高地了 直接这一头顶到三个人脸上也没在怕的 对 感觉要一波了吧 先两路呗 把兵线带过来 一起推把下路高一塔推掉 右边这个阵容感觉 手这个海克斯霸龙都有点困难 清线手段有点弱 他连塔都不喷了 就喷你人 对人的执念比较多 现在NS还有想法没 没有太多的想法 结本打三了 感觉推个下路等呼尊结束了 智能一波 大头也是拿自己的大招强化了二技能去做了一个消耗 而且现在这个霸王龙这个火箭头锤伤害也最夸张 一个锤一波兵 又来又锤上来 玩起来了 智智激光 去消耗一下对方的状态 再破一路 感觉还是被折磨坏了 现在兄弟能不能给个痛快 开一下吧 开一波了 真得站着死了 这不可能是个机会 先把霸王龙给打掉 散线 放了一个龙 而且后续的团也根本很难打 沙米拉转进来了 没伤害呀 哇 飞机交了一个闪线往外边拉 但是面对对面的三个人也无力回天 飞机说我是丢道具的 这对面玩的是道具赛 全是那种飞行技能 是 是 恭喜SG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这把选择到的阵容和英雄组合 应该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看到的 而且打的还是 不错的